參加三級經濟九七月十二 不過台南市議會的議員 在預告願望台南市議會 是不是可以透過事情來紀念 會紀錄 這個台南市長的委員提供 到尊重議員的順序 不過願望議會 可以在後個月十二之後再來討論 以前是貼上衍生 不過率有三位民進黨 一個台南市議員 公開預告台南市議會 趕緊順順來開議 但下個年度的會期 其中最重要的是 是因為需要預算的審查 那預算的審查 我們也蠻擔心會不會像是去年度 在預算審查 在法定的期間內 沒辦法審完預算的情形 但是另外除了防疫以外 其實還有一些民生的議題 很需要大家共同導論 共同去進行 來解決一些民生 或經濟上的一個影響 其實兩次議會 帶到做好順序的準備 透過順序的問題 最多的可以有三百塊的作為開會 突然對外公布也都沒問題 不過要議會刪定的規矩 一來是沒有法案的緊急 未來市府當地沒有影響 空間也沒有時間 突然在野黨的議員也都反對 對處有暗示 順序的電視共調 尊重所有議員的循環 不過這幾天台南 剛才發生八氣本土 較正的軍事 嚴重 目前 方議議長的感受 都是在最重要的時候 外國如果分身 就怕出現破口 也希望可以講返開會 議員先進 能夠讓這個防疫工作做到一個完善 那我們在議會再持續開 我相信這是對市民朋友 也是對整個防疫工作 都是正面加分的工作 議員是搬出台北市議會 跟立法議的勒 共調防疫也不可以担負開 但是中央到地方 公佈門都是在沒有任何防疫 就怕被孫 欺負百條的 希望議會可以在後 各位十二合之後 再討論開 現在已經分擔不到